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控制住军队了 毕竟作为一个金日成金正日一脉相承领导下来的这么一个家族体系 他还是有自己的政治智慧的 包括朝鲜现在朝鲜在搞一个赵神运动 怎么叫赵神运动呢 金正日金日成实际上都已经被朝鲜神化了 那么他要想来维持这个家族统治的话 把他也得神化 为什么把他的生日作为一个国家的假日 对 这是一点 另外呢 现在在宣传 连他的头型大家都在宣传 他的头型大家都是 这叫什么 这叫奋进行 所有朝鲜的老百姓都要向他学习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他长得跟金日成如出一辙 这也是在 意思就是什么 金日成重生了 这所有的举措都是在赵神 是个赵神运动 如果这个神造好了 他就能够控制下面的所有的这些老人 能够实现朝鲜稳定的往前发展 钟平在刚刚整个点的当时候的点到很多关键的很多的细节 包括发型 包括这个国定假日 但是赵神的部分 别别忘了 在跟国际社会 现在此时此刻变动很大的时刻 他跟他父亲当时所面临的国际局面是不同的 那么最新的情况如何呢 我们立刻连线在平壤现场 新华社派出在朝鲜的记者赵展 赵展您好 赵展您好 赵展我知道这几天呢 你一直是在第一现场当中守候的 从你的这个专业角度的观察 有哪一些的讯息 可以跟大家分享最新的动态 好的 之前这两天呢 基本上来说 调宴活动跟往常相同 但是毕竟也有一些进展 首先 建议地点增加了很多 平壤金日城广场 四二五文化会馆 还有平壤体育馆等标志性建筑物前 都树起了巨幅的金日城 金正玉画像 接受民众前往调宴 昨天的上午 平壤飘携了大数 但是并没有阻挡平壤市民 从四面八方 前往各个调宴场所来到 我们的采访 还有这个采访活动 都有这个朝方的陪同 就按照他们的规定和要求 我们无法与他们去的经济交流 但是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表现中 内心深度感受到他们内心 那么真诚的沟通 谢谢赵展来自平壤的最新连线报道 赵根从你刚刚赵展的他一个片面的一些讯行的观察当中 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目前这样的局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现在策步 我估计的话是朝鲜是稳定的 朝鲜是稳定的 目前是稳定的 但是后来他能不能保持他长至久安 或者是冬期或长期的稳定 这个要进一步的评估 对赵根提到了观察点 包括朝鲜的未来局势猜测 其实很多的西方媒体补兵议色 金正日去世 可能会在当地掀起冲击波 这个冲击波到底会冲击多大 包括时间点 其实我相信在座各位都很难来回答 但是我们比较观察的一点是什么 我们看看 他会不会延续他爸爸 所谓两大治国的思想 包括先提出先军政治 还包括丰奉和发展主题思想 中平 其实你看这里面 咱们去分析这两个东西 它的主题核心是什么 主题思想是金正日成提出来的 主要就是要我独立自主的 发展我的民生 发展我的国防 这是他主题思想的一个根本的本质在这 那么先军政治是什么呢 金正日有一句话说的很好 我如果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水 没有这种奶糖 我可以活 但是没有子弹 我无法生存 这就是先军政治的一个 对在社会阶层中是最高的 是最最核心的 但是现在 因为我也是财冲朝鲜回来 去朝鲜转了一圈 然后呢 因为我发现 现在朝鲜他最大的问题 就是一个民生的问题 包括咱们现在任命了 他的姑姑 金正基 做什么呢 他现在是抓 这个叫做清工业 是属于清工业部长 清工业抓的是什么呢 就是抓的老百姓的民生 在朝鲜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民生现在没有抓好 那么我觉得这两个问题跟金正恩以后要进行执政 提出他的理念完全不矛盾 独立自主的发展国家的中和国力 这是符合朝鲜的一个发展的既定方针 那么现在进行先军政治的这么一种提出 这也是稳定的 这本身一个国家的国防就作为一个基础 那么在此基础之上 他可以进行延伸 比如他提出先经政治 把政治提出来 作为一个优先发展的一个目标 这样的话可能更会符合朝鲜老百姓和他们整个执政团体的这么一个政治预期 问题是这样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金正恩或者张正泽 他们有没有 从一个理论上看看法来说 他们有没有一个看法来改革他们的朝鲜 因为我们都说 稳定非常重要 对 稳定非常重要 可是如果我们看 朝鲜从一个看法来说 是世界上最稳定的社会 他们的总统已经出世了 没有别的国家那么稳定 有一个已经出世的人 还做总统 30 40年之前 朝鲜跟韩国的经济情况 成都发展都差不多一样 现在非常落后 所以他们要修改 可是如果他们要修改的话 第一领导要带领 领导要有一个改革的要求 可是除了这个以外 他要带领别人 别的领导 来保护他们自己的权利 并且改革他们的政治 所以我现在要问的是 罗斯你最关心的问题 你最关心的是他内部会有改革 他会有更开放 在这个年轻领导人 这句问题来了 他会不会学习中国的开放特区 他的父亲带着他 你看他父亲的话 七次访华足迹遍布了近半个中国 在后面几次当中 是带着他的儿子到中国到处转 这个转不是白看 转了之后 到底在他父亲当时有没有运用在当地的社会 我们不知道 但是接下来在这个年轻人当中 会不会就像美国人一字呼唤的 Change Change 会改变 赵哥 我认为朝鲜是会走中国这条路的 因为第一种情况 第一点就是 他朝鲜目前的军变是不可持续的 因为他内部也有 已经有灵心的骚乱 包括四兵的叛逃 如果坚持老了走是走不通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他金正恩他本人的话 他是到瑞士留过学的 所以他受过西方教育的 而对西方世界和中国应该都 这个情况都有所了解 他有所比较 那么这就意味着他有学的可能 我提供一个情况大家可以参考 也就是在今年的8月9号 《劳动新闻》第六版发表了一篇文章 点名的批判改革开放 认为改革开放是帝国主义 搞毁我们国家的一个阴谋 有人劝导我们改革开放 是对我们主权的野蛮的践踏 违背国际法 这个言辞说的是很严厉的 像类似的这种文章 在几年以前经常发表 经常发表的 来陈奇先补充陈奇 我想金正恩是否和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特殊 我们看他爷爷看他父亲 其实都搞过这个东西 搞得都很不成功 说明他所面临的国际环境 国内环境搞不成那个 那么金正恩是否学习中国的改革开放的 这样一个道路呢 我觉得恐怕够呛 朝鲜他这个世袭的政权 之所以维持 他是这个封闭的环境里面维持 他一旦变成一个开放的社会 他自己这个政权可能就完蛋了 请说 我不否认金正恩接受过西方的教育 我认为他其实对西方的这种自由主义 和市场经济他了解非常深 但是出于维护他在朝鲜的统治 和以及元老派这种利益来说 他进行改革的可能性非常小 如果朝鲜人民一旦 一旦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了美好的生活 按照中国的古话 有一句话叫苍领时而知礼 如果变成这样的话 如果有个天朝鲜人民意识到 自己的劳动果实 都是自己奋斗来的 而不是伟大领袖来赐给他们的 他们有可能就会人心自动 有可能会造成政府 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这样 金正恩会不会实行较为开明的政策呢 我觉得这是肯定的 有几个征兆 朝鲜的自由市场已经逐步开放了 朝鲜晚六点以后 个体工商业者悄悄的在城市的角落 允许卖自己的商品 交换很少的自产品了 这不是像市场经济 你觉得其实这个事情是他的父亲早就在做个铺路 把他做的铺垫了 已经和引进了一位民营企业家沈阳的姓阳先生 开放这个客区也做过试点 只是不成功而已 金正恩从他的思想一贯情绪看 他是年轻人 年轻人是希望改革 希望推出新政的 我们寄希望于这一点 韩国的家族来看是我们希望是朝鲜改革开放 走这样的路子比较对朝鲜有利 对韩国有利 对整个国际社会有利 但是能不能他们真的下决心 在采取改革开放的路子 这是很难说 因为虽然他是受过西方教育 但是如果你改革开放 对他们来说 能不能我们稳得住政权的问题 也体制的问题 如果你涉及到这体制稳定的话 很可能他们先保留 金正恩能不能采取改革开放的政策 取决于他有没有权威 我们国家在继续改革开放的时候 我们小平同志是克服了党内 国内巨大的这样一种 政治上的这样一个障碍的 他能 所以小平是打过 有过战功的 老一代的国产政治革命家 尚且要克服这么大的 这个党内的障碍 那么作为一个年轻人 他能不能克服这个 如果这个权威 来推行这个事情 我是有怀疑 他这个能不能开放 其实 其实的话 这根本的起着如朝鲜 如美国的关系 如果朝鲜打开了 如美国的正常关系 那么朝鲜肯定是走向开放 而且我们关注到一点 就是朝鲜给美国在私下底下 也是没来厌去 也有交易的 最近再去 要是不死的话 可能又有新的变化 所以说他是会走开放 想走开放这条路的 刚刚赵登 包括刚六位嘉宾都特别 到关键点 如他到底会不会走向 这个开放之路 其实取决点 不仅仅他自己本身的西方的交易 也不仅仅在整个的内部的环境 还包括外部各国之间 怎么看待 包括韩国 包括美国 甚至包括中国角色 休息片刻 回到现场 我们就层层定情看看 外国的角度 怎么来看待 现在朝鲜的一日 待会见 我觉得他做不上去 朝鲜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放弃核武器 放弃导弹武器的话 它就不是一个 能够还能继续生存下去的国家 中国 美国 在减除朝鲜核武器上 是有共同利益的 朝鲜为什么要核武器呢 我想是 而不是属于安全的考虑 所以这个问题需要 对朝鲜 放弃 这个 这一虎一席谈 争论更加精彩